好的 晚安 欢迎持续锁定前进大头条 我是高玉玲 其实我首先先带你来关心的就是在放假的时候好多人都会去露营 但是在南投仁爱乡的万大露营区发生了有一家三口一氧化碳中毒的意外 那么因为现在真的是温度还蛮低的 温差也很大 很多游客会自备暖炉 可是呢 这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搭帐篷露营就是用瓦斯炉去取暖 可是因为没有注意通风 被发现的时候三个人都已经呈现了昏迷意识不清 还好经过抢救 目前脱离险境 有人走后开车了 在花莲 Jimmy连子他喝了酒之后 上路带去转弯的时候车速太快了 转辆车失控是冲向了对象 那么当时对象有很多的车辆 其中第一部计程车是被撞击的力道最大的 那么计程车被撞了之后又往后推 又撞倒了其他的契机车 所以说这位男驾驶这么一撞 总共造成了六部车受损 包括了计程车的驾驶 还有乘客 通通都受伤 接着来看高宏安在25号这一天宣誓就职了 也正是线下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职务 同时就任新主市长 那至此的时候 他也表示说要对媒体撤告 就被解读 是不是向绿营递出橄榄枝呢 而在这一天 前老板郭台铭也赠了花篮 那么对于上任之后 高华也表示说 他会用心的去查核所谓的公共工程 那如果真有查到所谓的不法 也会交由司法调查 而另一头来看台北市议会议员的就职日 那么现在正在拼立委补选的王洪威 他也出席了典礼 那么当然不免俗又会被问到所谓的这个落跑话题 但是王洪威在今天却没有正面回应 现在实行涨 人力成本也要往上涨 那过年的时候 开车组总要洗一下车子吧 要告诉大家这个消息 就是价格要变高了 从1月16号开始 包括全国要调涨30块 而台亚要涨10块钱 那其他像是统一金工呢 还有西欧市停收优惠却 所以你过年要让车子洗香香 洗干净 得多花点钱 那么这次的平安夜跟耶旦节气温真的都很低 因为寒流来袭 像是南横公路呢 这边还出现了一度左右的低微 那么在边坡的提醒大家 这周一清晨呢 还是有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空气的温度还是是比较冷的 那如果是空旷一点的地方 有可能还是会到10度以下 所以要提醒大家 明天上班日还是要注意保暖 台湾10度以下 我们就觉得冷得不得了 不过我们来看看北美地区它们现在才真的叫做冰封呢 面临了几十年来最冷的耶旦节 那么各地也传出了一些灾情 甚至有一些房子是真正的被冰封了 这个雪下的太多了 很多人都说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感觉真的很像是电影明天过后 不只是在美国 日本他们同样也是受到了寒流的影响 已经降雪了好几天了 甚至上千户出现了停电的状态 那么大雪对于车子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因为在暴风雪当中 排气口如果堵住的话 可能会造成车内一氧化碳中毒 所以现在除了大众运输工具 当地的政府都呼吁民众 没事先别出门吧 那你前进中国 他们现在在解封之后 疫情当然就开始烧起来了 不只是医院 包括了殡仪馆也通通都被挤爆 那么有不少的快递业的员工 因为也确诊的关系 所以导致业务停摆 包括堆积如山 大家恐怕都还要经过 长时间的等待 要有耐心 不过呢 这官方的确诊跟死亡数据 到底跟现实是不是一样的呢 恐怕很多人心中是自有答案 那么中国的卫健委 甚至直接宣布 不再负责更新疫情资讯 还有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隐瞒确诊 这下场有多严重呢 在去年五月份 彰化出现了首例的 新冠肺炎确诊的割碍 还被称作是葡萄妈妈传染猎 那么其中有一位保险业务员 他其实明明有接触 而且他也确诊了 可是呢 在这个期间 他还是跑出去 在外面拉保险 结果呢 害到有美法电家族 总共16个人染疫 那家族成员也很气啊 觉得你如果明知确诊 可是你还在外面 爬爬噪的话 就真的蛮恶劣的 那么张花地院 在经过审理之后 也判这位保险员 必须要赔偿 307万 全案还可以上诉 还有来期的时候 现在温差真的也很大 大家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健康状况啊 那么天冷的时候呢 有民众就觉得 要出门捐血 真的是太过麻烦了 所以现在台中捐血中心的 库存量已经告急了 除了AB型血之外呢 其他的血型库存量 也只剩四天以下了 所以现在有企业跟民间团体 就寄出了非常澎湃的赠品 你捐250cc的血 就送你300块的超市礼券 甚至还有鸡蛋 跟口罩各衣合 来看啊 这几天寒流来袭 真的是非常的冷 我们先来看武林农场 有小兵工之称的紫棠园 就形成了非常梦幻的冰柱哦 有看到的民众 真的都好开心哦 因为毕竟在台湾嘛 看到这样子的场景 还是是非常难得的 接着来看政治话题 国民党的蒋万安 今天正式就任台北市长了 那么也重新上任之后呢 会努力的去解决大巨蛋的问题 希望能够在一年之内去完工 不过这个人事的争议 恐怕也是他的首要难题 因为林一华在明年2月才就任 所以现在副市长 是不是就等于少了一位 可能要空大概一个多月左右 而原考会的主委于振华 跟体育局长王洪翔 同样也是明年才上工 那这市政会不会从接轨变成脱轨呢 而至于柯文哲呢 在交接给讲完案之后 就正式卸下职务了 那么第一站 他直奔云林先去处理党务 不过没有了市长光环 接下来要如何去维持他的高升量 T2024倍阵呢 那柯文哲他对着媒体就说 自己是平常心 不过这动作频频 当然还是被解读 在这个时候还是曝光度也蛮重要的 那么也在今天宣誓就职了 那么同一时间卸下了 民众党不分区的立委职务 现在担任新竹市长了 那么在致辞的时候 他特别表示 他说对于所有的媒体将会撤告 当然也被解读 是释出善意 而是不是同时也向绿营 递出橄榄枝 至于台北市议会的议员就职日 那么目前正在拼立委拨选的 王洪威他也来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当然难免会被问到 所谓的落跑话题 不过在今天的这个场合 王洪威是并没有正面回应 而在正副议长的选举当中 国民党过去曾说 排黑条款会比民进党更严格 那就来进一步的检视一下 发现了花莲县的议长张俊 他过去因为曾经有涉及 所谓的路灯采购弊案 那么甚至一审也遭到了判刑 虽然被党中央取消了提名 不过在这一次他顺利连任了 但是他本人是宣布退出国民党 还直接呛瞎 说只要朱立伦下台 他就会回党 来看新北市 今年度编列了5000多万的预算 建置了新北版本的线上支付APP 不过半年来 这下载人数只有2万多人 那么合作的店家办数都是四大超商 这议员当然也评论说 一开始希望能够振兴新北的经济 但是似乎感觉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么有不少民众也说是 第一次听到有这一款APP 那么现在新北市府就说 因为都还在事办的阶段 还有很多地方会去多做调整 改善多加宣传 接着来看台湾的夜市 真的是很多 不过呢 在台中经营了至少40年的日南夜市 就在大甲 18个宝藏旅游秘境 台湾在南端的墾丁 也是全台唯一入选的地点 接着来看日本呢 逐渐开放国境之后呢 当然在机场的检疫还是很重要的 不过最近日本媒体就捕捉到 一位从中国上海来的游客 他因为违法携带的肉类制品 所以当场呢被逮到 可是哦 他没有乖乖把东西交出去 还在现场歇斯底里 我刚才会有 road 对 1个宣传 申传 1个宣传 218个宣传 218个宣传